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曲面以及点曲线来进行构建的 首先我们切换到曲线的次物体级别 发掘底下只有一个卷展栏 在卷展栏里面我们可以对于单个曲线 或者是所有连接的曲线来切换选择 现在我们就使用单个曲线的模式 来对于场景当中的曲线进行编辑修改 首先我们选中其中一条曲线的时候 底下在名称的地方会提示我们 选择的是什么类型的曲线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曲线点曲线 再来选择的是我们的CV曲线 点曲线我们可以修改一下它的名称 比如说选择点曲线A 输入完名称之后记得回撤一下 再来我们选择CV曲线 将它修改为CV曲线B 同样回撤完成之后 对于名称来讲我们可以修改它 修改完成之后底下还有一个隐藏 以及取消隐藏的这四个命令 首先隐藏选中了其中一条曲线 点击隐藏 它就隐藏起来了 那么全部取消隐藏 就把我们刚才所有隐藏的曲线 一次都显示出来 并且我们可以点击按名称隐藏 打开对话框 这个在选择指对象对话框里面 会列出我们刚才已经修改过后的曲线 并且我们可以把对话框移到一边观察 当我们选中哪一条曲线的时候 那条曲线就会成为红色高亮的显示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两条曲线全部选中 然后一次的隐藏起来 这就是我们按名称隐藏的一个好处 并且同时底下还有按名称来取消隐藏 点击一样会打开对话框 我们可以一次选中 将我们需要取消隐藏的物体 给点击显示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隐藏以及取消隐藏的命令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选中其中一条曲线 我们可以将它进行删除 好 删除呢就不见了 可以选中直接删除它 好 我们撤销回来 再来呢 对于我们曲线呢 可以点击进行拟合 注意哦 进行拟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它来重新创建一个点曲线的模式 并且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修改它的点数 好 修改完点数之后呢 进行我们点曲线的拟合 这个命令啊 我们直接选中物体呢 不管它是点曲线 原先是点曲线 或者原先是CV曲线 一次拟合的时候呢 直接就打成点曲线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直接创建完成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新的点曲线 好 新的点曲线 好 OK 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选择曲线的时候 会看到曲线上啊 有一个小绿的圆圈 好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守顶点 好 那么这个曲线呢 从守顶点开始呢 它就有一个行进的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呢 我们可以透过选中曲线之后 来对它进行反转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守顶点呢 变到另外一个端点的位置了 好 再反转过来 再反转过去 好 这就是我们曲线的方向 可以进行反转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曲线 发掘后面有一个制作Course 这个按钮呢 是一个禁用的状态 怎么样才能启用这个命令 并且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呢 我们退出次物体级别 回到我们的Nervus 曲面物体的常规卷展栏当中 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是我们Nervus创建的一个工具箱 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里面好多工具 我们就选择我们需要用的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曲面上 来创建一个点曲线 好了 好 创建点曲线 创建曲面上的点曲线工具 点击 然后呢 我们来画一个点曲线 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它稍微闭合一下 闭合起来 闭合完成之后 我们使用旁边的曲面上的点曲线命令 将它进行修剪 好 修剪出一个破洞出来 好 得到这个破洞 以及曲面上的曲线之后 我们切换到曲线的次物体级别 选中这根曲线 好 没有选中的时候呢 它是绿色的 选中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红色的一个激活状态 接下来呢 我们找到底下制作COS的命令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命令就被启用了 那我们点击制作COS 你会发现呢 它会打开一个对话框 在这上面呢 告诉我们转化曲面上的曲线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控制 要将它转化成CV曲线 也就是可控点曲线 或者是我们的点曲线 都非常的容易 都非常的方便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 它的CV数 比如说呢 我们将它的CV数增加 时时的反馈到 我们场景当中的物体上 好 时时的反馈出来 那么并且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将它进行一个曲线的转化 同时也可以将我们的曲线呢 进行点曲线 或者CV曲线的一些控制 包括底下的参数都可以进行优化 好 那么在这除了这些命令之外呢 还有一个独立的命令 一般来说啊 我们选中这条曲线 我们将它移动 那你会发现呢 曲面也跟着动 它是一个合并的物体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只希望将曲线独立出来来控制 我们就可以选择曲线 点击使独立 好 将它独立出来 当然呢 你将曲线从曲面上给独立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物体上的一个挖洞的效果就取消了 这时候呢 我们单独移动曲线 它就不跟曲面产生一个交互的关系 可以独立来进行编辑 好 这就是我们的使独立的命令 好 了解刚才的命令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找到 移除动画的命令呢 这跟我们在说明点的修改模式是一样的 那么它是针对动画控制器来进行移除 那么需要的读者呢 可以参考我们的配套手册 在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使用使独立的按钮 将我们的曲线从我们的曲面上给分离出来 那么如果真的要它分离成为另外一个Nervous的物体呢 我们就要选中它使用分离的命令 在分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勾选复制 将它复制出来一份 修改一下它的名字 比如说是曲线C 好 确定了之后呢 它就变颜色了 变成另外一个物体 这时候要选中它 我们必须要退出次物体级别 然后呢 才能选中我们刚才已经分离出来的物体 将它移动开来 将它移动开来 它根本是另外一个Nervous的物体 跟这个家族呢 就不相关了 连颜色都不一样 好 这就是我们的对于曲线的分离的命令 分离的命令 OK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设为守顶点 一般呢 我们的守顶点呢 都是一个小圆圈 好 我们可以点击激活这个按钮 将守顶点的位置呢 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移到这儿 移到这儿 都可以 你要哪一个地方设为守顶点的位置呢 你就可以激活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好 非常方便 好 退出这个设为守顶点的模式 再来呢 我们看到 曲线呢 我们刚才在创建的时候 可以将它闭合 同样可以将它进行断开 激活断开的命令呢 我们在这边呢 打一个点 再打另外一个点 我们发觉这条曲线呢 就可以进行断开了 我们退出断开的按钮激活状态 选中这根曲线 哎呦 发现它已经断开了 好看到 发觉它已经断开成两段 好 断开了 那么同样 自然有断开的命令呢 我们可以将它再接回来 这就是我们的连接命令 好 选择连接的命令呢 我们发觉光标啊 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当我们碰到断开的端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按住鼠标左肩 不松手 好 将它连到新的曲线上 这时候呢 会打开连接曲线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可以使用ZIP的模式 来控制容差数值 来进行我们曲线的连接 或者是使用默认的一个连接模式 连接模式呢 就可以同时控制 两边的曲线张力 以及我们的容差数值 一起来控制我们整条曲线 在连接时候呈现出来的状况 比如说现在呢 稍微修改一下张力1 以及张力2的数值 来让曲线进行一个更好的优化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连接曲线的命令 当然曲线来讲呢 我们还可以按材质ID号来进行 我们曲线的选择 好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细部控制的部分 先加密质 d性格的 你 就是我们下期质 需要超过来的 我们下期质 所以我们下期质 我们下期质